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天氣報告》 我是劉力森 受到一個廣闊的低壓區影響 本江對今天天氣就不一般 正是比較多 而且有個挺震雨 而今天的東風也比較大 從雷達的影像可以見到 跟低壓區相關連的一些雨區 今天影響著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的地區 看回景方面 今天低溫普遍都介乎26至29度 而日間的高溫普遍都回升上31至32度 過了個幾星期 9月8日就是中秋節 今年中秋節月出的時間 就是下午的5時51分 而中天的時間將會晚上的11時55分 所謂中天就是指月光 全晚在天上最高那一點 如果天氣良好的話 大家在一些開陽的地方 望上天空上面 都會見到一個又光又圓的月光 至於月落的時間 將會翌日的早上6時02分 雖然今年中秋節的滿月 時間會在翌日的9時38分 當時月球還有香港的地平線低下 所以香港見不到 不過由於今年中秋節月球 會在近地點附近 所以看出來月光都會大一些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未來幾天的天氣 我們從衛星的影像可以見到 我們跟燈壓區相關的一些雲團 在短期內仍然都會影響我們 所以天氣方面仍然都會有雨 從天氣圖上可以見到 隨著燈壓區在未來幾天 逐漸向西移之後 我們開始會受到一道闊大高壓帖的影響 到時我們會多一些陽光和天氣炎熱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將會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初時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氣氛方面將會介乎26至31度 風方面吹和緩照清靜的冬至東南風 今晚亭華明早上離岸間中吹強風 只望看回所有一兩天 都是大致天情和天氣炎熱 所以在周末的時間都可以安排一些戶外活動 好 這些天氣就講到這裏了